2021年是艰难的一年 以前我只专注在自己的葡萄酒世界里面 虽然能感受到市场的不易 但是在B&I担任银河分会创会主席的期间 看着各行各业的老板因为疫情、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等等等的原因 都非常的艰难 就像我们分会教育行业的老师 因为国家双减政策的影响只能不断关掉教学点 闪失严重 我在一对一拜访中了解到这样的情况 正好我有建一个品酒体验馆的想法 就把这个点盘了下来 可以减少会员的闪失 给予支持还能扩张我的业务 那天我跟达哥一起去广州参加培训 在路上我看到他一直忘了一个门面的照片在发呆 我就问他 嘿你在干嘛呢 他说要做一个红酒体验馆 就是白天他浪费 嘿我看一下弟子 佛山市第一人名院对面呢 绝对是我梦想要开拓的市场地 我就说了一句 白天交给我吧 我租你的地方 我看到他们讨论这个事情 事宜也是我的梦想引荐 那我跟Sam哥本来就是同一个太阳小组的 我跟Sam哥说算算我一份吧 想不到最困过我的经营部分 有几位的支持 又可以换个思路去做了 我们可以做生活体验馆 这样我就大胆的去策划 装修了从一个破烂的小店到现在为止 我们分馈的馈员也给了很多优质的服务 银河其实是一个很有温度的分馈 一般友爱同频和谐的伙伴 在这里我们合作不合股 资源共享互利互贵 传统配合创新 建立一种长远而有意义的合作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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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